原标题,威特岛时事与军事士兵使用手机韩国全军试点,新华社威特岛韩国国防部4月一日宣布,在陆军、空军、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所有部队试点,允许普通士兵执行日程, 通常任务后使用手机,三个月后决定是否全面实行,按照这一试点项目,士兵每天执行任务期间,要把个人手机放在指定地点导寡,结束任务后,可以在营地安全重地以外的所有地点使用手机,时间为工作日晚60至10时,节假日早期时至晚10时,不过,士兵不能用手机拍照,录音或拍摄视频。 韩联社报道,国防部去年4月开始,逐步扩大允许士兵使用手机的试点范围,韩国S、KP、KP等电信企业专门为士兵,推出电信资费套餐,每月需3.3万韩元,月合195.4元人民币,可以无限量使用通话和短信服务,每日上网流量不超过二级字节 LGB,国防部今年2月开始,允许所有士兵工作日直前4小时后离开营地,每月只多两次。 这一举措旨在帮助士兵加强与外界交流,确保士兵在军事训练和演习以前得到充分休息。 啊,王毅军关键词,韩国South Korea,军队Military,手机Mobile phone。 啊,王毅军关键词,韩国South Korea,军队Military,手机Mobile,手机Mobile,手机 啊,王毅军关键词,韩国South Korea,军队Military,手机Mobil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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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手机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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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